大家好,我是Matthew Heichiro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2日 最近在网络上有两个页话 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第一单就是罗家英先生 她先后悼念英女王 继而收回,兼且道歉 接着就有刘家玲小姐 她也悼念英女王 她没有道歉,不过就被一帮俗称的小粉红批斗 小粉红一般字面解释就是那些 非常爱国主义 用一些外国货,用一些西方的东西 她都会批一批你 那些就为了小粉红 一会儿会探讨一下 为什么小粉红会这么激烈呢? 有人说小粉红全部都是假的账号 假的账号,鬼账号 我相信真的有一帮很爱国的人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极端呢? 我们一会儿也想探讨一下 第二单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就是这个0加7的新安排 很多评论 很多网络上的舆论 报纸的评论 都说这个新安排 无助香港在国际上奪回应有的竞争力 但是我个人看法 都是危中有机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一会儿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开始之前麻烦帮一下 留言、订阅、分享、赞好 我们得过港字和黑超的频道 谢谢各位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探讨那些小粉红 为什么你少少都接受不了呢? 为什么人家用那些 投文字D的贴纸 贴着藤原豆腐店 你又说他不爱国呢? 为什么人家悼念英女王 你又说他汉奸走狗呢?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极端的思维呢? 其实我们香港人真的是很难去明白的 事关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是英籍时期了 九七回归那班不算 那班就不知为什么更疯了 就是没有生活过在殖民时期的 就更疯了我们这些生活过在殖民时期 怎么也好 我们的教育 你说中史 都是说三皇五帝 女窩做人 盘古开天辟地 唐宋元明清 好像印象中有些鸦片战争 有些侵华 有些火烧如明远的 但是真的不多 占的百分比可能少于五六个percent 整体的课程来说 就是你说我们接收的信息这么少 我们又怎么会有感觉呢? 但是那班小粉红呢? 他们又有共青团 又有宣传部 不停去告诉他们 叫他们认清历史 其实不能说洗他们老 就是客观持平地说 他们只是认清历史 他们只是知道现在他们 喜欢吃日本东西 喜欢吃韩国菜 喜欢买名牌 在内地都买到 不是外国人 施捨给他们 而是中国的执政党 带他们 又强起来 站起来 走去富起来 现在走去强起来 就是他们清楚 因为他们认清历史 他们知道过去一百年 百多年 人民国 开始我们 怎样的贪腐 怎样的来乱 怎样被西方列强的欺负 簽下很多不平等条约之后 有很多革命尝试 去救国 但是救不成 贸书事变 义和团 很多很多 林林种种 辛亥革命 都没有一个是 建立到新中国 唯独是1921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 之后 才建立到新中国 就是很多人说 中国共产党 你独裁政府 不是人民选你们出来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历史 就告诉我们 是人民选择 现在的执政党 基于这个执政党诞生之前 已经有很多次 林林种种的革命 是失败的 这帮小粉红 是认清历史 他们从小到大 怎样被教育 他们从小到大的环境 接收的信息 造就到他们很难接受 一些我们认为 很正常 很平常的事 因为我们真的 整个生长环境 是极度不同 以我为例 我从2014年开始 才叫 接触一下 中国的近代史 因为开始 参与一些 政协的活动 这样就开始 有接触 有体会 就开始培养了 这个爱国情怀 出来 但是 很多香港人 就不跟我们 因为很多香港人 如果你本身的 生活圈子 不是这个圈子 你很难 接收到 近代的中国历史 的事实 是没有什么信息 给大家知道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多么丑恶的 他们有多么专制 他们有多么樊盲无理 他们有多么剝上人权 你只是会有这类型的 这类型的信息 可以接收到的 就是 很清晰地 我们 香港人 与小粉红 的生活环境 生长环境 接收的信息 是极端的 正正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 导致 大家又不要 认清了这件事 之后 大家又不要说 他们是不是瘋了 用日本货 又说不爱国 等等 有时候他们这么极端 就是因为他们认清真实的历史 现在来说 我们是要中广融合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 站在别人的态度 或者别人的处境 去上一上问题 第二件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 零加七这个新安排 就是你眼见 这个世界 除了我国 以及少数的国家之外 很多 大家认识的 英美澳、紐加 日本、韩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 全部都 免检疫了 有检疫的 不过肯定又不用你隔离 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 现在我们才开始 还是讨论 未落实到 都算落实 但还未执行 零加七 很多人就说 我们香港 已经被新加坡 搶了很多东西了 你现在还在讨论 还未执行到 这个零加七 我们还行不行 很多负面的评论 去说我们现在的抗疫 很多人就说 我们已经不能再 与以前一样 与西方的接轨 与西方的关系 其实作为香港人 我们真的很痛苦 之前staycation 都没得去 现在有得去staycation 你去游泳 你又要订阅时间 才有得去游泳 然后去哪里 都要戴着死人口罩 其实是很辛苦的 是很不享受的 现在的生活 但是是不是真的 这么一团租呢 是不是真的 这么没路呢 我们香港没路呢 我又认为不是 有危有机 现在这件事 虽然零加七 我们是没什么竞争力 在这个旅游业方面 你都不用想 有人会来旅行 可以接受你零加七 除非你那七 是非常自由的七 给个例子的自由 就是可能有些酒店 他就是专做零加七 但是他让你离开房间 他让你享用酒店设施 就是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呢 不离开酒店而已 但是这件事呢 就可以都叫做缩窄岛的范围 因为如果霸获起来 为什么我说这个有危有机 虽然我们在这个旅游业 或者在一个商业行为上 很难诱惑到其他人 会愿意来香港 混七天才可以自由地活动 是很难 但是如果我们 依赖着我们背靠祖国这个想法 我们国家依然是动态清零 它依然是收得最严的 其中一个国家之一 但是很多人需要踏足中国的 因为中国有很多不同的投资者 是一片土地 一片黄金 一片机会 一片机遇的地方 很多的商家 很多的旅客 很多人 简单来说 就是需要去中国的 但是试问一下 如果我们的逆隔离设施 能够令到从商业也好 旅行角度也好的人 不单止是来香港 如果入中国 可以在我们香港这儿 进行逆隔离的话 这样的情况 逆隔离又可以 虽然规管住 但是又可以 有到一些用的 又可以给到一些自由的 又不是说困住你这么辛苦的 你可以有些享受的 那有没有想法呢 基于有风土病了 但其实你说 遲早也是通了 但是我们怎样能够 在内地 中国 我们背靠的祖国 通关之前 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呢 如果我们的逆隔离做得好 而我们又0加7 但是 如果你想回内地的话 可以在香港 进行一个舒适版的0加7的话 我们的吸引力就有了 那我们也是 面向世界 背靠祖国 没有失的 虽然很多 所谓的韩运 所谓的金融 都被新加班 抢了 但是我们 亡阳保劳 为时未晚 凡事就不要太过悲观 希望的就是 国家一定是醒我们的 国家一定不想 香港的 独特地位 或者 叫做 独特优势 是有所 被削弱的 他一定不想的 还有 大家真的不用这么悲观的 因为 多次的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 我们有难 只要有自由人 起码就能帮到我们 零售业、旅游业、酒店业了 你说国际接轨这些 只要你香港旺返 有机会 有机遇 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角色的话 国际性的投资者 依然会回来 所以大家要对 现界政府有信心 我们零加七 虽然 在国际环境的竞争上 是削弱了 但是不要忘记 有一件事 怎样都不变的 就是我们背靠祖国 这个也是我们 可以好好去 運用 利用的 一个 特别的工具 或者特别的身份 今天上班就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 多一次 帮忙留言、订阅、分享、赞好 分享 多一些朋友看到 拜拜